12月去韓國的時候買 IU很愛穿 這是愛迪達的羽絨外套 Nike Air Max 270 有夠喝口啦 有夠喝口啦 哈囉大家好我是MewDiaDia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是呢 今年秋冬我買了什麼樣的衣服 秋冬穿搭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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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好其實我本來以為這個主題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拍 因為我覺得我好像沒有買很多東西 但是呢仔細把它一天一天掛起來就覺得 我真的花了很多錢 我會這樣 好這些衣服大多數都是我今年去韓國的時候買的 那因為呢從9月開始韓國就蠻冷的 所以有很多的外套類 那我覺得放在現在看呢 在台灣一二月比較冷嘛 所以我們也可以參考韓國的一些流行的款式或顏色 然後你可以去買到類似的衣服 希望可以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然後還有一些呢少數是我在其他地方買的 但我覺得也不錯看 所以就一起掛上來跟大家做分享 OK 好第一件就是我身上的這一件 這一件我真的很喜歡 這是12月去韓國的時候買 它是一個拼布 登龍蕊布的這種襯衫 走近一點給大家看 這就是有一點這種 直條的這種材質 那我最喜歡就是它的拼布的這個感覺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這邊是黑色這邊是灰色 我覺得整件蠻好看的 然後它有點oversize 我覺得很有秋冬的感覺 我就買 其實這件的價錢有點貴 買的時候呢原價是快五千塊 打完則是三千多 其實那一天是我已經買了很多 然後在最後出店之前 我又看到這一件 然後我就在那邊想 想一想 最後我還是隨便把它買下來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這種 oversize的襯衫 我覺得很好看很好搭 裡面可以加一件帽T 然後把它當一個外罩 這樣直接罩 或是你直接單穿把它扣起來 就會變成這樣 或是你把它打開 它有很多種不同的穿法 所以我很喜歡這種襯衫 這是第一件 再來第二件 這一個 nerdy的雙面的外套 nerdy是一個韓國的潮牌 IU很愛穿 它經典的款式呢 是像這一種 有點像愛迪達的 側滾邊的運動褲 但這件是阿遠的 我沒有買 但它經典的配色就是這樣 紫色配黃色 其實配色滿大膽的 韓國很多大學生或潮流人士 滿愛穿的 但我買的是這一個 它顏色你可以看到 從這兩件就知道 它是一個用色 跟愛迪達就有點不太一樣 它很喜歡那種 有點復古鮮明的配色 那這一件呢 是一個兩面穿的 棒球夾克 背面是這樣子 然後呢 反過來另外一面 黃色的 黃色的 很搶眼 然後下面還有這個滾邊 滾邊我也滿愛的 然後這一件的 打完則買的 好像也是三千多吧 這件我最近也滿常穿的 有點美式風格 再來呢要介紹的是這一件 這一件也是 上個月去韓國買的 因為 冷爆好不好 我穿太少了 我真的快冷死了 那沒有辦法 我就是去找一件羽絨外套 那這是愛迪達的羽絨外套 我不知道台灣有沒有賣這一款 目前是沒看到 那後面有一個愛迪達的這個大logo 然後它是有點迷彩的設計 我發現愛迪達的男生的羽絨外套的選擇 其實有點少 那 選這一件當初我買的時候 我沒有到100分的滿意 大概7分 因為我覺得還可以更好看 但穿久了之後其實還不錯 重量滿輕的 滿包暖的 昨天台北大概17-18度左右 我可以直接裡面穿一件T恤 然後外面穿這個騎U-bike 去鑑證帽 不會的 真的很包暖 還不錯 它還有一個帽子 但是我暫時把它拆下來 這件的售價 那種買好像是 五千多吧 OK 下一件 再來給大家看一個帽梯 這帽梯我也蠻喜歡的 這是一個韓國的草牌 叫LMC 想知道這間店在哪裡的人呢 可以去看我之前的影片 就是宏大一日遊 我有在裡面帶大家去看一下店鋪 還有提供店鋪的位置 那這間特別的地方呢 就在於它是一個帽梯 但是它上面這個帽子的部分 它是用尼容的材質 所以它是防水的 然後讓整間衣服 看起來是有拼貼的感覺 它的口袋在這邊 也是一個尼容布 然後它下面有做縮口 顏色我覺得蠻好看的 然後呢 我剛剛也買了一個情侶款的 所以它的是這個 康浩綠 我的是這個 迷路藍好不好 迷路藍 這件的售價好像也是 三千多吧 但它當天好像要搭 再來呢 秋冬不可缺 這種大學梯好不好 然後這件也是一個韓國的草牌 它叫Nesis Never Lack 那位置呢 在剛剛講的這影片裡面也有 那它就是一間呢 結合了戶外運動設計風格的潮牌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像 Timberland的潮流款 所以它裡面有很多那種 羽絨外套 或是厚重的衣服 但其實做的很好看的 但價錢呢 相對就偏高 因為它同時有機能性嘛 要潮流 所以它是比較貴一點 那我買的就是一件很基本的 這個大學梯 我覺得蠻好看的 我喜歡這個電袖的 這個製的感覺 OK 再來呢 這件不是韓國買的 這件是我在ASAS上面買的 這個牌子呢 我寫在下面 因為我真的不會念 好啊 開頭了 那為什麼買這個呢 因為我覺得它後面很酷 它是飯骨欸 它把飯骨印在後面 而且我很喜歡這個顏色的這個感覺 就算它今天不是飯骨 但是它如果用色這樣的話 我會買它 前面其實也是飯骨啦 為什麼會買飯骨呢 因為我第一次跟阿元去歐洲的時候 我們有去飯骨的那個博物館 雖然那時候因為人太多沒有進去 但是我買一隻飯骨的魚扇 那它被我用過很多年之後 它終於不見 因為我是個很常釣魚扇的人 所以我對飯骨呢 就有一種特別的情懷 我覺得它跟我比較接近 因為你只要畢竟去到它的那個 去到荷蘭 然後去過它的博物館 就覺得彼此有一些臨近 而且我最近很想找一個黑色的帽子 所以我就買它了 這件就可以跟 比方說跟這個搭啊 這樣子搭在一起 或者是這樣子搭 其實都蠻百搭蠻好看 這件應該也是一千多 那個黑色星期五的時候買 再來這件 這件我也覺得真是 有夠好看 怎麼這麼好看 這件也是在韓國的Alan買的 我真的很愛在Alan買的衣服 那它呢 就是一個比較厚的一個 外扣式的襯衫 它的材質有點比較硬挺 這件比較像是一個外套 比較麻煩的是 它可能有些時候上電視不能穿 因為它很條紋 蠻嚴重 在電視上可能有點模糊 但我覺得你看拿進看很好看吧 對不對 這個顏色這個條紋 然後呢 它是一個韓國的潮牌 叫做Wikenders WK NDRS 它是一個比較有一些 童趣跟惡搞 它有一些衣服是 比較屬於那種 可愛插畫系列 帶有諷刺的可愛插畫 那我就是很喜歡 它這個條紋的感覺 還有這個 衣服的材質有點厚重感 我覺得也是蠻好搭的 而且很少看到紫紅色的 這個襯衫外套 所以我就買了 再來 就是這個吧 這一個襯衫 這個襯衫也是在Alan買的 那它 怎麼說 它穿起來就是 不太一樣 給大家看 這件也蠻常在我影片中出現的 因為我很喜歡花紋的這個顏色 然後它的這個布 我不確定啦 有點像羊毛布的那種感覺 它布料也是跟一般的 襯衫不太一樣 是不是很適合聖誕節跟過年 我覺得穿起來蠻好看的 我特別喜歡這種Oversight襯衫 剛剛前面有講過 這樣就可以出門了 非常方便 再來是鞋子跟一些配件類的部分 我每次去韓國都一定會買一個這種 拖特包 為什麼呢 因為我就會懶得背很大的背包出門 但是呢 出門在韓國我還是要帶相機 方便拍東西 所以我就一定 最後逼不得也會買一個拖特包 那這個就是一個 有點像韓國的炒牌 它是在那個 Wonderplace買的 它是Hover 這個牌子會打在下面 再來呢 這個是跟泛國帽梯一起來的 這個愛儀達 比較復古的螢光綠的拖特包 這個我有看到台灣也有在賣 雖然我是網購買 非常便宜 我才買了快兩百塊左右而已 因為我看到那麼便宜 所以我就買 螢光綠欸 很帥欸 出門然後這個我覺得不錯 當一個小配件 不錯吧 還沒剪標 還沒用過 先跟你們分享 好在進入鞋子之前呢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可以訂閱米露的YouTube頻道 我的頻道上面還蠻多穿搭 我是很少見 拍穿搭的男生的YouTuber 好不好 為了這個呢 你們可以訂閱一下 希望你們可以給我一點鼓勵 好不好 SUMPS 訂閱起來 再來給你們看鞋 這幾個月呢 我買了兩雙鞋 大家應該知道 我很久沒有買過Nike的鞋子 我通常都是買Adidas 但這一次呢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這個年的年底 我就特別想要買個 幾雙的Nike 搭配看看 因為一直買 Adidas有點微膩 好那我第一雙買的呢 是這個在韓國買的 他是ACG的鞋 就是全天用裝備 他是一個戶外的系列 就是可以孕婦各種不同的氣候 這樣 那我買的呢 也是一個酒紅色的配色 我覺得蠻美的 考慮一下呢 最後問了Gunny 該不該買的這雙鞋 他說OK 我就下單好不好 那底蠻高的 穿起來 我覺得算好穿啦 畢竟他本來是因為戶外的設計 顏色我覺得蠻好看的 很少可以看到酒紅色的鞋 OK 價錢呢 退完稅好像三千多塊 對 我不知道台灣有沒有這一雙 這樣是不是很配 呵呵呵 自己講 好再來這一雙呢 是Nike Air Max 270的系列 它是我在 黑色星期五的時候 在ACES上面買的 買的時候蠻便宜 原價是五千多 那打完則是三千出頭 所以我就買了它 好那這一雙呢 跟一般大家所看到的 Air Max系列 它不太一樣 它其實看起來不太像是 這個系列的 因為它這個側邊呢 變成這個是束帶 然後它前面這邊呢 就是綁的啦 就像這樣子的 然後這邊呢 它有加一個這種 就是它是 有做一個特別的頭 鞋帶在拆拉的時候 它是可以直接透過這裡 做伸頸的調整 其實蠻方便的 穿的時候蠻好穿的 然後它的配色也不像 一般的Air Max 270 因為一般的Air Max 270 沒有那麼的鮮豔 我個人是這樣覺得 它比較特別一點 所以我就買了它 但氣墊還是一樣厚 維持這個系列的特色 配色上是一個大地色系 我覺得蠻好看的 其實這樣也是蠻好搭的 它只有一個同一個色系 所以我就買了它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今天莫名拍了蠻多件的 這就是我今年秋冬買的衣服 那 不一定可以買到同款 但我覺得可以參考他們的款式 跟顏色要有特色 也許可以找到 差不多的類似款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米露的YouTube頻道 也看見我的 米露的Instagram 那 應該每個月都會有 穿搭影片出來 那就下一次影片見囉 掰掰